有 從1991年 台北勢力棒球場 球迷喊著我們要巨蛋 至今已經32年 那經過了32年 終於服輸了一顆巨蛋 一個國際的 室內棒球體育場 那今天是11月18 也是台北大巨蛋 第一場的壓力測試賽 由亞錦賽的球隊對上U23的代表隊 那今天預計會有 13000名的球迷進場 那我們就來看看台北大巨蛋 長什麼樣子吧 一下捷運就看到指標 搭捷運來大巨蛋真的很方便 記得要從5號出口才會通往大巨蛋喔 GATE6今天沒有開放 要不然未來應該可以直接通到場內 搭乘手扶梯上樓 映入眼前的就是民眾期待已久的台北大巨蛋 往北走有捷運綠線 往南走有捷運紅線 其實交通非常方便 今天特地提早來到球場拍開箱影片 事前公佈取票方式時 就想盡辦法弄到今天的門票 那因為今天是測試練習賽 所以現場沒有太多的餐飲單位 只有新東洋的烤香腸 跟五同號的手搖飲 那不管選擇多與少 基本上進場 球迷就是會想要吃吃喝喝 現場備有行動電源租借以及飲水機服務 那我們來看看 大巨蛋的南側吧 廁所內燈光明亮 球場內男女側的尖數也算蠻多的 男生的小便斗設置很多 不知道兩三萬人同時進場會不會塞車 坐式馬桶間的空間也蠻大的 印象中東京巨蛋有配置免制馬桶 進來的感覺是什麼呢 好冷 很冷 冷氣很強 你覺得呢 我覺得空氣蠻流通的 蠻流通的 因為沒有冷 沒有而且加上說 在東京巨蛋有種壓迫 有種空氣壓力的感覺 喔喔這邊沒有 所以巨蛋的話是用裡面的壓力 大於外面的壓力抓 對啊 所以你不會耳鳴 所以這邊是比較 感覺比較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好啊 至於說會不對 這個球嗎 剛剛看那個球也就還好 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有趣的是 它的位置 它的座位呢 對外的話是向著那個打擊走 對 對 靠近那個拳打槍的話 它的座位是不是向裡面的 喔它有調整的 它調整的像那個 所以這樣子的話 看球很舒服 不會這樣 一直轉彎 然後骨頭很爽 有進步 有進步 它蓋了32年 再不進步不行 然後至於說 那個外有的大螢幕呢 我是覺得進步空間不大 據說可能會再加蓋 對 反正先球有 對 先球有嘛 反正我們現在看那個亞冠王賽 覺得哇 螢幕超爽的 對啊 它現在覺得 有點疑惑 不過 給它一兩年直接進步 無聊也好啦 對 先有 對 好啦 繼續看 球迷等待30多年的巨蛋 終於開幕了 終於開放球員 在裡面比賽 球迷可以進場 體驗有屋頂的球場 那不管 球場蓋得好不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以現階段來說 對球迷都是幸福的 今天外野看台尚未開放 目前看起來內外野走道是可以互通的 期待正式營運後 可以向日本部分球場是可以內外野相通 引頸期盼迎來台灣第一座室內棒球場 撇除這幾十年來的眾多紛爭 真正踏入場內的那一刻 心中還是很感動的 天花板以及顏色吃球的問題 也有待測試會之後再慢慢調整 請問一下我們資深向民 對於第一座室內棒球場感覺如何 還不錯啦 還不錯也是有個錯啦 還不錯也是 等了乾幾年 終於有一座可以打棒球了 不會下雨啦齁 對啊 你覺得會吃球嗎 應該多多少少都會去剪吧 其實螢幕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小啦 還可以啦 應該可以在家啦 應該就往旁邊加啦 對啊 那你們兄弟這樣 顧老闆要不要出錢 再錄一下螢幕 等一下我打電話問他一下 OK啊 叫他下禮拜來光亮 好 看了一段時間後 發現其實天花板不算是吃球 而是球打到黑白相間的位置 會造成距離感會有誤差 第一座台灣的巨蛋 你感覺怎麼樣 還不錯 還不錯 但是 你只會吃球 你比賽過了就對了 我當然啊 我一定的啊 哦 要走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好啦好好享受比賽 OK 今天一萬三千名球迷同時進場 不難想像如果滿場時現場會有多熱鬧的 球員休息室的空間也算非常寬敞 椅子的設計也跟美國職棒大聯盟球場類似 現在台灣的棒球員真的比以前幸福很多 終於可以站上巨蛋球場比賽了 台北大巨蛋使用的人工草皮跟西武巨蛋同款 由美金農公司製作成包 據說跟天母的人工草皮比較起來較為柔軟 有球員反應投手球後方的落差有點大 往後接球時容易因為高低落差而受傷 也有球員反應 依三壘側的鐵柱容易造成手臂員受傷 跟東京巨蛋一樣備有一面鏡子 讓打者可以對著鏡子調整自己姿勢 來看看室內打擊練習區吧 還好沒有,沒有想像中很低啊 我們來問一下手套達人 小孔,你覺得這個人工草皮如何 OK啊,比較Q欸 比較Q? 對,我覺得比較Q 所以它是外國人 它是日本人 它是不太軟 有比較軟的咧 嗯,比較軟 為了防止球員釘鞋上的紅土會帶進休息室 室內休息室門口有一組刷釘鞋的刷子 大巨蛋的室內休息室感覺空間比其他球場的大很多 有新聞報導說天花板太低 身高較高的球員容易撞到頭 來到室內牛棚 剛好看到台灣至寶孫義壘正在熱身 室內接球的回音有夠震撼 希望明年在日本火腿鬥士隊可以好好加油 室內牛棚的天花板真的比較矮 間接影響上面的網子也必須跟著比較矮 所以普手回傳球就不能傳太高 要不然就會打到網子而掉下來 牛棚普手每一球都要用力去丟 投手索性就往前走去接回傳球 現在新蓋的球場都越來越接近地面 球員走回休息室可以跟球迷距離更近 球迷也可以看到自己支持的球員替他加油打氣 不少球迷在問本壘後方兩條走道是幹嘛用的 其實就是工作人員來賓拉拉隊進出的地方 但這門設計的實在有夠突兀 當然還有一些工作人員會在這個通道辦公 今天二樓沒有開放球迷觀賽 從二樓看下去的視野沒有太多的死角 這個位置會被遮住的咧 會被鐵桿子遮住 對啊 有這一根 這一根會遮住 這個位置感覺太出來了 這邊的人會被遮住 視野 坐著的視野高飛球就會被吃掉了 現在在左外野的標竿旁 那這個高度呢 還蠻高的 對我覺得這高度 有居高症的人應該會蠻恐怖的 但是整個視野其實蠻舒服的 然後 詬病的大螢幕其實沒有很小 其實蠻大的 我覺得還不錯 台灣中有一個自己的蛋 2樓的走道其實算蠻寬敞的 走道最上層看台俯瞰整座大巨蛋 居高零下的視野真的很舒服 感覺東京巨蛋座位區更多一些 觀眾旗走道也還算可以 一上一下兩個人通過時不會撞到彼此 對於行動不變的球迷也有設置專屬區域 這點算做得很好 部分老球場就少了這些規劃 但其實在美國更多比台灣還老的球場都有改建 台灣球團在照顧這些球迷上面需要更加油 好啦我們今天來看比賽 今天來看比賽看大巨蛋 感覺超爽的 大巨蛋 下一次的話比賽應該可以花錢來進來看比賽 對啊兩個相迷來看比賽 超級相迷 相迷 一個在滑手機 一個在滑手機 一個在當庫巴 庫巴 而且戴這種帽子 在球場裡面應該很好發現到 對一下就看到你是誰了 所以如果進來的話 黑媽媽的 我想上鏡頭的話就戴這種帽子 對想要做怪就戴一些奇奇怪怪的 不會想到後面的視野 後面的說不會遮到 有問過了 有問過了 會遮到嗎 不會 不會遮到 座位區前後距離相當夠 杯架也設置的很牢固 球迷要進出雖然還是會碰到座位上的球迷 但個人覺得已經比台灣不少球場寬闊許多了 本壘後方也有一小排電子看板 方便投手以及內野手確認好壞球術 未來有球隊認養後 可能可以加設環繞式電子看板 今天是壓力測試賽 目的就是觀察擅長時所需的時間 可能有些球迷在第七局就慢慢離場 感覺擅長算快 工作人員也會在走道上協助疏散球迷 據新聞報導當天不到半小時就疏散完一萬三千名球迷 台南Jerry在做他影片的收尾 我把他的頻道資訊放在上方 也多多支持他訂閱他的頻道吧 台北市警察局也動員在現場協助疏散人潮 其實只要出入口夠大 擅長人潮就會快 台北小巨蛋我就覺得通道口太小 每次演唱會表演結束就會塞在門口處 看完了今天大巨蛋的開箱 感覺怎麼樣 好的 感覺很好 他覺得不輸日本巨蛋 冷氣不輸 冷氣不輸很冷 因為巨蛋一直在講冷笑話 所以很冷 擅長我覺得也算快的 擅長人數因為一二樓都有開 一二樓都有開 所以擅長算蠻快的 那就不知道演唱會的時候能不能這麼快 今天開箱任務成功 因為第一場熱身測試賽 場內並沒有太多餐飲選擇 那就分享一下賽前可以在附近吃些什麼 以及賽後想要小吃小酌有什麼選擇吧 如果想要喝到些不一樣的手搖飲 可以來巴爾德路上的萬波找找你想要喝的飲料喔 不同季節有不同限量的飲品 沒有想法的就可以參考店家推薦 幾乎食材都是新鮮現做 飲品選擇很多應該可以滿足大家的喜好 有提供各式電子支付方式非常方便 嗨大家好 這是萬波有名的招牌 昂倒昏貴鮮奶 喝起來很像 貴賓的昂倒昏貴鮮奶 店長推薦 這是萬波有名的昂倒昏貴鮮奶 是我們的招牌 希望來大劇團的朋友都可以來試試看喔 還有另外一杯 杏仁酸美冰 杏仁獨特的香味 讓討厭喝杏仁的你 也會開始喜歡喝杏仁喔 講到永康街蔥抓餅 大家應該就耳熟能詳了吧 連不少觀光客都會來這裡排隊購買 現在在延期街開了蔥抓餅2店喔 就不用跑到伊甸去跟著排隊了 1個 而且只要8個就可以外送到大巨蛋給你 現煎現做的蔥抓餅 酥酥脆脆的非常誘人 進場不想吃太多 多種口味的蔥抓餅是不錯的選擇 我個人偏好蔥抓餅一定要夾蛋 這樣才會夠香 然後起司也是我最愛的配料 喜歡九層拿的人也可以夾夠喔 買個一份蔥抓餅進場配萬波一起喝 再後如果想要吃晚餐小酌一番 這家店推薦給你 店內有飛鏢Bar 可以讓你喝點小酒後來設飛鏢 店內時常客滿 所以建議提早預約才不怕沒有位置喔 菜單有雙人、三人以及四人套餐 也有一些經典菜色以及酒類提供選擇 店內會播放體育賽事 平常不進場看酒也可以來這裡看喔 裝潢走一種工業風 氣氛其實滿適合三五好友來這裡吃飯聊天 店家自製菠蘿包加松露滑蛋加牛板健肉 很像再撕小漢堡的口感 其實肉給的算厚的 看得到切片的八皮辣椒 肉的口感鮮嫩多汁 生牛肉的話是非力的 然後它裡面有剝皮辣椒阿蒜 還有點芥末 然後搭配有機的蒸蛋黏一隻 將有機蒸蛋黃倒入盤內 攪拌均勻 喜歡吃生牛肉的你一定會喜歡這道菜 攪拌完之後用旁邊的小餅乾挖起來吃 口感除了啤酒也很適合搭配紅酒喔 這裡的調酒師長得很像一位職棒球員 我絕對不會說是忠信兄弟的張智豪 好 它本身就會做大概五到六分熟 五到六分熟 然後表面是先做的話是先比較交錯 有恰恰的感覺就對了 恰恰 恰恰 我還椰菜看得出來嗎 這道菜不建議放太久 冷了之後會有點油膩 比比利豬沾上特製的醬料 口感酸酸甜甜的很開胃 運氣好的話會遇到店家招待客人喝下喔 這家店的特色就是很多菜色都是鐵板料理 今天就來看看大廚怎麼烹飪牛小排吧 瞧瞧這個油花有多漂亮啊 灑上點鹽做調味 約莫一分鐘後翻面繼續煎 四面都煎上色,讓肉產生梅納反應 大廚會切開確認肉中心是不是他想要的熟嫩度 鐵板烹飪的好處就是受熱平均,溫度也夠高 鐵板烹飪的好處就是受熱平均,溫度也夠高 加上一點奶油跟海鹽,準備盛盤啦 牛小排5分熟的話肉會咬不動 熟度會抓在7分熟左右為最佳口感 另外一邊正準備燉飯 北海道干貝在平底鍋內滋滋作響 加入海膽後開始拌炒燉飯 此時滋收的差不多準備盛盤 海膽的香氣撲筆而來 海膽的香氣撲筆而來 濃郁的燉飯讓人食指大動 將北海道干貝放在最上面 再加上一匙魚卵 一盤滿滿的海味燉飯就完成啦 如果想要日式居酒屋風味 那就推薦你來這裡 店內座位一樣不是很多 建議先訂好位以免鋪空 很巧的是老闆也是棒球迷 在這裡可以看到老闆一些棒球相關收藏喔 比賽時一樣會播放棒球賽事 小包廂可以做8位左右的客人 大包廂可以做到大約12位的客人 通常這時候來到居酒屋就是先來一碗熱湯暖暖味 鹽蔥雞腿肉也是我來這裡必點菜色 通常在球場內應該喝到6層左右移動到這裡來 然後不知不覺的胃口又再次開啟 它秋刀魚的味道很好 然後它沒有什麼腥味 然後裡面捲滿了滿滿的蔥 然後秋刀魚的新鮮感 跟那個魚肉的口感 我覺得是很下酒的東西 而且外面的居酒屋都適合到這個口感 這一道絕對可以 這次的台北大巨蛋首次開放球迷進場 官員、球迷、球員都有發現不少問題 我覺得這是好的 在正式國際比賽開打之前可以發現問題 修正問題 讓第一座屬於台灣的室內棒球場 更趨近於完美不是更好嗎? 也透過這次機會 介紹一下大巨蛋附近吃什麼、喝什麼 12月雅錦賽開打時 你就可以知道買什麼來吃囉